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初遗上册的第九章 Chapter 9 Introducing Earth 要讲解关于地球的 4 main component of earth 我们的地球有4个 component 第一个是大气圈就是跟气 就是跟空气就是我们的大气层之类的 第二个是生物圈 Biosphere 然后呢水圈Hydrosphere 还有地圈呢是Josphere 所以空气就是Atmosphere 生物的有关于生物的生物圈 有关水的我们叫水圈 有关地啊就是石头啊土壤啊 这些就是我们的地圈 先讲大气层 我们的大气层来讲呢 它跟首先它的气压跟它的高度有关 它气压越高的话呢压强气体压强呢是越来越小的 啊温度的话呢 温度的话呢 它在 它在 这个是什么 这一边写的是温度 温度会越来越低 所以当它增高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只是局限于最底层 我们叫做Troposphere 它是叫做对流层这一层 你越上越高的话呢会越来越冷 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到云顶的时候呢会比我们平地来的稍微的凉快一些 你上到猪护狼马峰哇也会更加冷 但是呢一旦超过这一层呢 这一层其实蛮高的 它去到整12到17km左右 然后呢它就开始倒转了 就开始越来越热 所以它分成五层 你首先先要看一下最底层呢 我们叫对流层 Troposphere 平流层呢叫Stratophia And then还有两层 还有三层 一个叫中间层 中间层 还有 热层 还有外层 所以先记这两个 但是我后面的练习好像很多呢 是关于这个大气层的啦 等下我们遇到呢我们再详细的讲解 第三呢就是Ocean Stratification 就是海洋的分层 最表面呢它会有光的透过 那这一层呢是比较浅的啦 Surface Zone And then Midnight Zone呢它是有一点点的光 好像是半夜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Dark Zone呢是一直黑暗的 因为光进不来 所以就会变成了 呃呃 经常呢是黑暗的当中 OK这个就是深海 我们所谓的深海 OK So大概是这样子啦 那你会看到的是 大部分呢都是生活在前海那一边 因为有光照射 然后呢有植物呢 几乎都可以在这一层 半夜层还有一些呃 巨型的比较大型的 也会在这一边生存啊 然后呢 Dark Zone的话呢 只有很很少的深海鱼 可以在这一边生存 至于第一我们的地球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呢 最上面的那一层很薄很薄的 我们叫做地壳 虽然这个是 看起来这个字是壳的意思啊 但是呢 这个毒婴呢 我们是毒壳 地壳 然后再下一点呢 是地蔓 在里面一点呢 就是外地壳 还有在最里面呢 就是内壳 内地壳 呃 只有这个外地壳这边是液胎的 其余呢都是固胎的 啊 呃地蔓呢 虽然有岩浆了啊 不过呢 他有 他只有那个软流层那一边呢 是有有有熔岩的出现 呃 主要他其实还是固胎的 所以呢 我们的岩石圈呢 是有呃 岩石圈呢 就是地壳 还有地蔓的最上层那一边 啊 我们呃 这个叫软流层 啊 这两层就是我们的呃 岩石圈呢 主要呢在这边 下地蔓呢 就是铁和信浮层啊 大概是在这样 呃 and then 地蔓本身呢 是有对流的一个现象了啊 就是他会有流动啊 然后呢 就会造成啊 最上面的那个地壳呢 有有运动的一个情形 呃 就有我们叫做板块运动 所以呢 很久以前呢 他们觉得说这个地球啊 啊 他们的陆地好像是粘在一块 粘在一起的啊 过后呢 因为板块的运动的关系呢 呃 就就分开了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猜想 所以呢 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大陆飘移的一个 一个呃 呃 现象这样子 这几个呢 就是 这几个呢 其实是由地球本身里面的一个一个呃 过程啊 这个内 我们叫做内身过程 endogenic 啊 endogenic process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都是 好像是岩浆啊 的运动啊 形成的 包括了地慢的对流 包括了板块的运动 还有这个火山 呃 噴发啊 等等啊 好像都是岩浆 往外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在地壳外面呢 它就会有一个叫做外生的过程 exogenic process 呃 比如说 风化啊 就是 风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风吹呃 呃 带动沙力 撞击那个石头的时候呢 这个石头呢 呃 久而久之的好像就会被腐蚀掉 哎 这个我们叫做呃 其中一个风化 风化好多种不同的形式 有一些是由水流形成的 有一些是日脏冷缩造成整个石头 会呃 破掉啊 等等的啊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风化的部分 基本上简单来讲 就是把这个石头呢 碎裂分解的整个过程 呃 有一些是靠温度 呃 温差就是找呃 日脏冷缩 日脏冷缩 就会让它破破裂掉 有一些是由雨水造成 雨水的冲刷等等 frosting frosting frosting好像就是 水结冰 啊水结冰呢 它会会形成一个很很 呃 膨胀的一个力量呢 使到它呃 石头也会破掉的情形 还有microorganizer呢 就是微生物 微生物呢 它会有 腐蚀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呃 岩石给呃 呃 弄睡觉的 大概是这样 还有一些是erosion啊 这个是呃 风啊 还有水啊 还有浪啊 的拍打啊 造成的 transportation and sedimentation 呃就是它会运输那个呃 呃 沙土 然后呢最后沉寂下来呃 沉淀下来这样子 然后mass and land depletion 就是我们的呃 沙土流逝啊 尤其是在斜波的时候呢 因为呃 下雨的关系 还有斜波地形的关系呢 造成这个土壤的往下滑这样子 OK 不过你会看到呢 这几个呢 好像都是跟天气有关 呃都是在地壳以上 形成的 所以所谓的外生呢 就是exogenic process呢 就是在地壳上面的一个 运的活动 但是地壳往下的啊 就是呃 岩浆跟岩浆有关的 就是所谓的 endogenic process OK 那geo hazard phenomenon呢 就是我们地质灾害呢 包括了火山混发 Vorganism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呃 呃沙土 沙流沙 Quick sand Earthquake 地震 Tsunami 海啸 Landslight 土崩 Sinkhole Acid Rain 呃酸雨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地质灾害 OK 啊 啊 再来的就是我们要有利用这个 呃 科技跟工艺来帮助我们 呃 预知到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吧 呃 啊 啊 去年是去年还是前年吧 我也不记得过了几年了啊 啊 就是Batankari 在啊 啊 的一边 呃附近啊 就是一个啊 呃山区 他们有学生还有很多人在那边露营啊 啊 这个露营啊 呃 呃 露营的时候呢 因为也不知道真的是这些就是自然灾害了 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然后呃 反正就是土壤流逝土崩 然后呢 就造成了很多人的一个呃死亡这样子 哈 所以必须要有一些方法来预测到啊 啊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边呢就有讲到有一些transducer 啊 他可以呃 他的 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东西哈 一移动的时候 他就可以sense out OK 所以明显我们巴登卡里那边没有这样的一个啊 装置 不然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呃 逃过哈 这一这一节 呃 还有呢就是这个tsunami哈 也是一样 他当他的那个海浪太过大的时候呢 呃 他就可以太过颠簸了 然后呢 他就可以呃 sense out 就通知海岸那边的人啊 叫他们紧急疏散这样子 虽然呢 tsunami的一个速度啦 他能听说讲说 你sense out到那个海浪到 海浪到你这一边 可能那个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啊 人要跑也跑不了 看到的时候就差不多已经是太晚了 OK 所以这些都是啊 我们必须要呃能够啊 如果能够遇早知道是最好 然后呢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些悲剧的发生 OK 再来看第九项呢 就要讲到我们的地球 其实有差不多4.5 billion years 呃 4.5亿吧 呃 billion好像是4.5亿 不是好像是45亿 我们嘛 我们的太阳大概有50亿年 地球诞生呢 大概40亿年了 所以应该是个4.5 billion 应该是45亿年了 我们整个的呃 呃整个的地球的诞生到现在 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随数 OK 然后呢我们呃 可能追溯到后面 他大概五五千 million years 五千 million years多少 五十亿 所以这个五十亿年应该是他的刚刚开始 那个第一 那个太阳的诞生吧 五十亿年前 然后呢 四十五亿年了 那个时候呢 这个地球也才刚刚诞生 过后呢 大概四十亿年前 我们才有这个生命 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一个 细菌的模式啊 开始又到原生生物了 呃 然后呢 渐渐的越来越高等的一个生物的出现 这样子 OK so 呃我们的这整个 呃 地质学 的地质学家呢 就把这整个很漫长的诗 呃 就把它称为era 呃 呃 所以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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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的去看一下就好 应该是不会考虑名字的 啊 那比较出名的应该是 呃 第四集吧 这个新生代第四集 这个就要讲到 呃 呃 啊 就大概是在这个时代出现 过后 因为进入了冰河时代 然后全部几乎都灭亡了 第四集开始 那个冰河又开始慢慢的 呃 呃 融化了之后呢 我们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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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第三集 然后呢 这个是第四集 然后我们大概现在呢 应该是在第四集的时候 嗯 alright 大概是这样 alright 呃 这个我也不是很贵了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呃 看他们的整个的 呃 不同的年代 有怎样的一些生物啊 等等的 啊 啊 啊 alright 那我们当然你会觉得 诶科学家到底他们是怎样找到啊 怎样知道的这些东西 就是通过化石 fossil 啊通过 呃 挖 挖材这些化石 然后呢通过化石的一些分析啊 等等的记录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呢 是有这些生物的出现 呃 然后呢 现在呢很多是已经的绝了绝种了啊 啊 ok 然后呢 刚才有 大概是到这边吧 就是那个我们的所谓生物圈 接下来就要讲到水圈 水圈 我们有地表水 地表水呢 就包括了海洋的水啊 湖水啊 河水啊 等等 但是这些水呢 很多时候呢 会被啊 污染啊 被污染工厂工业的一些生物 生产 他们有呃 农药 沙虫药 肥料 这个是比较常出现的一些污染物 因为他们用在呃 用在农业方面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沙虫药跟肥料 用在农业方面 用在匡 呃 呃 开阔的土地 然后呢 雨水一下来就会流到这个呃 呃 河水那边 所以很多都是这两种类的呃 呃 污染物 当然地下水呢 就要经过那个土壤层 所以地下水就比较不会呃受污染啊 因为他有这个土壤的一个一个呃 过滤啊 过滤啊 他有经过一个过滤这样子 渗透到最底下 呃 当然呢 这个地下水还是会有一些呃 一些风险 比如说有一些呃泄漏 怎么说泄漏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他们有有一些他们是挖那个垃圾 垃圾厂 附近 那个水 即使流过那个 那个土壤层哦 但是呢 如果那个水太过肮脏 他过滤不完 他那个地下水还是会有受污染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矿物 呃 呃 金属矿物像铁矿啊 矽矿啊 金矿啊 非金属的矿物像 呃 呃 煤炭 还有石油啊 这些都是有经济 呃 经济价值的 哎 还有一些稀有的矿物质 像稀土啊 等等的 这些就是属于高科技的一些呃 需要到的东西 啊 最近讲一讲到稀土 就要讲到 哈哈 我们的那个 光丹那边 其实就是有呃 澳洲 他们在 光丹那边开厂 开这个稀土厂 他们在澳洲那边开采了之后呢 因为澳洲 呃 发达国家 他们对这种 东西会比较严厉一点 就他们结果就跑过来马来西亚这边设厂 所以呃 嗯 所以光丹人民一直在反对 但是呢 最后政府还是批了给 啊 批了一片地给他们呢 进行这个这个这个 啊 工作了哈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啊 最近 也不是最近了 这个已经是 两代的政府的一些 呃 事情了哈 这大概有10年左右了哈 已经 alright 啊 再来呢 我们第16呢 就是 讲到非金属 呃 矿物是 我们的 煤炭 coal 呃 然后呢 被埋 埋葬 呃 越埋越深 越埋越深 足够的压力 还有足够的这个温度之下 就会形成这个煤炭 高温高压之下 呃 才会慢慢的形成这个煤炭 过后呢 我们挖出来了之后 有一些 有一些呢 它会变成 石油 啊 这个石油呢 它就讲说是 呃 fossil dead land organism 还有在海底的这些 marine organism 呃 然后呢 也是有tick layer的 stone and mud 就会形成petroleum 然后呢 形成petroleum的同时 它一般上上面就会有气态了 气态的就是natural gas 啊 当然气态的这个natural gas呢 会比较便宜一些 也当然它也是有利用的价值了 所以呃 这这几个呢 就是我们的石油燃料 天然气呢 它是烧的比较干净一些 呃 污染物会不会没有这么多 但是因为是气体的关系呢 它的这整个的呃 呃运输会比较不方便一点 所以为什么它会卖的比较便宜 大概是这样子 呃 然后呢再来看第17项呢 我们有地下 热水啊 Hydro thermal process 呃 因为岩浆那边很热的关系 它就会呃 呃 这个温度啊 也是可以拿来利用的 我们有一些呢 是拿来呃 呃 把这个水泵了进去之后 变热水 然后呢 这个热水就会拿出来呢 进行这个generate generate electricity 就是可以呃 呃 作为低热能来发电 当然有一些温度没有这么高 他们只是拿来作为温泉 啊 这样你就可以啊 泡澡啊啊等等 完了 alright 最后呢我们就要讲到说 呃 呃 一些负面的影响 如果你是没有计划的一些呃 呃 人类的活动的话 像呃 砍伐树林啊 像农业啊 工业啊 工业化啊 公开焚烧啊 这些都是一些 没有被 不是unplant 应该是not well planned 就是没有很好的规划 会造成的呃 一些问题 像你 你砍伐树木 你就会造成了土壤就会流失 啊 还有闪电水灾 这个马来西亚 肌肉坡这边经常会发生的 啊 还有一些 冻植物的绝种 还有 水啊 空气啊 温度啊 声音的一些污染 最后还有一些 呃 全全球的一些暖化的一些温度 ok 这个大概是